为什么会堕在边地遗尘里面 我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明白 总而言之呢 归纳他的因素是那样 一个对于佛的究竟圆满智慧的怀疑 一个对于自己的善根的怀疑 但是他还是幸运吃名 他要没有幸运吃名 根本就不能生 有幸运吃名 心里有这个疑惑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能入屏 这个是堕在边地 是这么一个意思 边地诸部也要晓得 并不是真的 是中心去远远的那个地区 不是 都是比喻 边地说呢 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在那个莲花里头见不到佛 听不到佛 跌着叫边地 可是在里面快乐呢 就像涛离天一样 像夜摩天一样 那个里头确实自在快乐 因为不见佛不闻法了 是以此为苦啊 叫做边地 叫做边地啊 也许你这个莲花就在阿弥陀佛身旁边 是不是 并不 并不很远 但是你有疑惑呢 你就不能感应了佛的硬化身 可见的佛对一切众生是公平的 是没有界限的 是因为你自己有障碍 这个也是大经上讲的 你为菩萨最大的障碍啊 有这种疑惑的时候 是自己见不了佛 闻不了法 你咱们开始用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